姜沙和和沙的区别 姜沙和和沙并没有很明显的区别 都属于淡水里的沙 但也有一些小的区别 姜沙色泽黄亮 颗粒粒精较粗 姜沙可分粗沙中沙细沙 现在室内装饰粗沙用的很少 大多数还是用中沙 好的姜沙里面大颗粒的历史含量不多 不过现在这个很难见到了 和沙呈白色 和沙颗粒圆滑比较洁净 来源广而且较为干净 还有的杂质较少 和沙是天然时在自然状态下 经水的作用力 长时间反复地冲撞摩擦产生的 它的成分较为复杂 表面有一定的光滑性 是杂质含量多的非金属矿石 和沙经烘干筛分后可广泛 适用于各种干粉沙浆 比如保温沙浆 棉阶沙浆和抹面沙浆 就是以水洗烘干 分级合沙为主要骨料的 合沙的强度相当于 石鹰沙做的沙浆 所以合沙一般都用于建筑和装修 这种方法就用于建筑和装修 这种方法就用于建筑和装修